会如何过招呢 也是大家 这必须要拭目以待的一个焦点话题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江仪化呢 其实这次的施政报告 这在野党呢 已经放话说 江仪化侵犯到国会自主权 应该要先道歉 否则就不准他上台哦 而国民党团也祭出了 甲动员全面护航 还传出民进党 已经准备好各种招数 就是要让江仪化 会面临到各种的干大城堡 处理完岳母过世的家世 江仪化假日依旧不忘国事 下午四点钟回习政院批公文 尽管传出可能请辞 带总统谢罪 但现时一段江仪化最大挑战 还是九一七开议后 要如何踏进 还有王津庭的立党院 上午还夫人搭私家车出门 江仪化坚持家门口不受访 沉着一张脸 耳朵暂时罢工 你怎么看王家 去背许准备好了吗 九院政争马王破兵 江仪化也不止一次带主出征 批评王津庭 对你报话除非道歉 否则别想上台 拟定作战计划 打算全面开战 运气好的话 尴尬场面 顶多是绿委直循台呛下 江仪化还能上台 实际报告 但这是最好的假设状况 绿营最拿手的就是让你进得了一场 却上不了台 不过祭出杯葛招数霸占背询台 还不是让江仪化最尴尬的场面 发起狠来民进党大绝招霸占主席台 堵住后门 让江仪化想进一场都很难 这个我们尽力而为 让他顺利完成这个实际报告 虽然国民党已急发通知 假情动员 要求所有委员9月17 准时到场护航 但还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会不会成为江奎禁地 王金平的温情力挺 似乎也同时宣示 目前为止立法院 还是握说了算 最后女士王正台北采访不到